很多這個各大媒體 完全都是被高嘉瑜碰到了這個 恐怖情人的暴力事件給洗板 那他這個事情發生在11月中 11月11號 那麼他被他的男友毆打 而且還暴力軟禁了兩天 那麼怎樣當時是他們兩個人 投訴在新北板橋的一家飯店 那這個時候其實這個事件爆出來之後 大家才知道說原來高嘉瑜 跟他在大學開始交往的這個 馬文玉前男友已經都已經分手了 那他跟這一位這個林秉書呢 這位新男友交往大約半年 那因為可能也是怕怨斃公眾人物嘛 所以幾乎都在飯店約會 那麼當時呢就是因為這個現任男友呢 發現他還在跟前男友有這個聯絡 所以呢當時促進大發 於是呢將他頭啊臉啊四肢都被打傷 甚至還幫他鎖喉拖刑 其實蠻嚴重的 而且把他聽說手機有備份 然後把他囚禁了兩天 那麼事後高嘉瑜呢有去驗商通報 好那麼在這個消息曝光之後 很多人很關心他 那高嘉瑜呢也公開回應了 他說感謝各位好友媒體朋友關心 也對不起讓大家擔心了 他說相關的資料 他還在會整當中 之後呢會再統一向外界公開說明 同時呢他要講的是他會勇敢面對 也希望不要再有下一個受害者 好這個施暴男子呢是這一位 林秉書那他到底是何許人也呢 傳出他是板橋林家後代 好不過也被人家打臉說他不是 是台南人 而且甚至說得很難聽說他是這個 詐批詐欺就是職業詐欺犯 好那同時呢還有他這個林秉書部分呢 他也出面有一些澄清 他說他並沒有備份高嘉瑜的手機 好他說只是因為他借用手機充電器 部分的資料才會傳到手機裡頭 這是他的說詞 那外界也一再傳出說 高嘉瑜一直不願意跟他撕破臉的原因 是擔心被他對付 因為他手上可能還會有親密影片等等 那林秉書是強調他手上也沒有親密影片 至於說呢這名林姓男子 他的所謂的黑歷史 或者是他他到底是什麼樣的背景呢 他43歲還在念博士 他常常呢在臉書PO出和政治人物的合照 那很喜歡跟政治人物判關係 那甚至對外聲稱呢 他從事與國安系統相關的工作 還自稱是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的幕僚 那當然這個部分已經立刻被顧立雄給否認了 所以整個事件呢 原委大致上是這個樣子 我先請教朱凱翔 我覺得今天這個案子啊 那當然他有非常多的層面 那現在他還是一個在滾動中 進行中的這個新聞 所以很多訊息 我們現在只能從現在所掌握到的資訊來判斷 那如果我現在看的話 我會覺得有幾個線索 大家可以再關注一下 後續會怎麼發展 高嘉瑜這件事情 他其實有公領域跟私領域 兩個不同的角度 那他私領域他跟這位男子 然後呢他們之間的這個感情 我是完全沒興趣的 但是如果一旦出現家暴的話 這就是必須是一個 他已經是一個治安事件 一個是一個法律事件了 在此我覺得其實要 就是要呼籲所有的女性朋友 千萬不要去隱忍這種事情 然後呢就直接的 該報案就報案了 然後其實這種事情通常 我也不會用蘇文昌那種 那種很父權的字眼來說 就是說什麼豬狗不如啦 只是就是大家都要 在這個年代 不管是這個暴力是男生對女生 或女生對女生 或是不管什麼性別之間 總之暴力事件 大家都不應該要去容忍這樣子的事情 為自己要爭取權益 那再來呢是說 這個所謂私密影片 那如果是私密影片的話 這個再怎麼樣農情蜜意 最好也是不要拍啦 那如果一旦成為被要脅的工具的時候 任何被要脅的一方 也要知道說自己可以在法律上面去 去保護自己的權益啦 那這個部分 如果是的話 也要請大家特別注意 那除此之外 其他感情上面的問題的話 我就覺得 其實外人無法智慧 等高嘉瑜自己說明嘛 但是公領域的話 其實早上其實也有一些報導 包括說高嘉瑜 這個是不是有一些這個 這個帳本啦 或什麼的 掌握在這個靈性男子身上 因為兩個人的這個關係 當然就是男女朋友關係 所以說可能協助他一些這個 不管是檯面上或檯面下的這樣的帳本 那如果有的話 這個就有點牽涉到公領域的部分 就是一個你這個立法委員 你的這個現金啊 或我說這個政治現金的現金 是不是有一些 有一些這個AB帳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一個公領域的部分 那我覺得高嘉瑜其實也要說明 這兩者不應該混淆 你作為一個受害者 我們絕對支持你 也絕對支持你 要應該要站出來 然後呢 得到法律上面的保護 然後我們也會給你 絕對不會去檢討受害者 但如果有公領域的問題的話 兩者也應該要分得很清楚一點 你都應該要仔細的說明清楚 那至於這靈性男子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我覺得近幾年來 這個綠營中間真的出了很多 像這樣子的人物啊 就是沾了一個什麼樣的邊 除去外面就說是誰的幕僚 誰的文膽 或是什麼樣的 那其實某種程度 我覺得也應該 大家也應該看得很清楚了 我們不討論個人的感情 所以這反映出什麼樣的現況 我覺得是樹大有枯枝 人多有白痴啊 就是當民進黨 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民進黨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什麼人都想要去分一杯羹啊 他手上長了那麼多資源 然後呢 這個政府機關 外圍團體 然後明帶 側翼明嘴 每個人都吃得這樣子 腦滿腸肥的時候 就自然而然會吸取 吸行很多人過去 靠攏 然後呢 就自稱自己是誰的誰的誰 自稱我跟誰的誰很熟 或者說 我幫誰的誰做過事 然後就出來招搖撞騙 這就是一個必然啦 那我覺得大家自己看清楚一點 那我還是覺得 高嘉瑜委員 我覺得真的就是 就是大家 絕對支持你啦 然後呢 因為我們 就是你真的是一個受害者 那至於那些疑點 那就有待你自己出來 跟大家說明清楚吧 對 我覺得凱翔提醒我們 一個很重要 就是這個事情 如果牽涉到公領域的話 因為帳本的部分 也是這個傳言當中 那公領領域就比較嚴重了 那還有就是的確民黨壯大到現在這種程度 確實很多人打民黨的名號招搖撞騙 我覺得這對民黨政府來說 管管吧 該注意吧 是不是 你不是撇清說 他不是這個國安會的人 國安系統的人就沒事了吧 的確 高嘉瑜這個事情是今天的最夯的新聞 而且很令人訝異 主要 高嘉瑜是現任的立委 他坦白講 這不管是知名度啦 網路身上都很高 甚至大家還覺得說 他是一個還算是個很強勢的女性 結果沒想到他竟然在私領域 尤其在私人感情上被家暴了 而看起來是有些瘀青 身體有一些受傷的狀況 那當然很多的細節 我們現在並不清楚啦 不過我要 我要先講就是說 這個高嘉瑜這件事情 的確會讓人家覺得有一些疑點 除了剛才講就是說 是不是有他自己的帳目不清 然後被南方掌握 然後這個 有什麼把柄在對方手上 對 那不然的話 事實上你看 他說他被控制行動是11月13號的事情 所以到現在已經半個月了 對 但是他24號的時候 他還去參加南方的家裡 少將是他母親的告別式 而且這段時間他也有錄影 他被黨內圍剿的時候 他也都有回應 他就是一副裝媒式的樣子 對沒有錯 我一說如果這件事情 已經被家暴是事實 受傷害是事實 你不能容忍 可是你卻還在繼續跟他有互動等等 那這個就不免讓人家起疑 就是說這中間到底有什麼東西 在他手上 那不過我覺得南方 有一點我覺得很怪也很妙的說 他說因為大家在質疑說 他到底手機有沒有掌握到 高嘉瑜的東西 他說是因為高嘉瑜借用他的手機充電 所以資料傳到他手機 這個觀眾朋友大家聽聽看 這講什麼東西 你要騙三歲小孩 我現在跟凱翔借個充電機充電 怎麼樣 我的手機會 資料會到那個行動電源 會到他的手機裡面去嗎 這聽起來完全不合 絕對不可能 任何不管是任何牌子的手機都不會吧 不會這樣不可能 這個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 這個坦白講是有點這個露線 因為從常理判斷根本不大可能 那所以說這個 但是我要講 剛才主持人特別講 我非常贊成 暴力零容忍 這跟酒駕一樣 絕對不能容忍的 那至於蘇貞昌 今天當然有出來幫高嘉瑜撐腰 講話等等 這是對的 就是說女孩子受到欺負 有些黨內同事 可是我要提醒民進黨 高嘉瑜不能被他男朋友家暴 但是高嘉瑜也不能被民進黨家暴 我坦白講 高嘉瑜 尤其大家記得嗎 在打高端 必須要再補打兩劑的時候 他出來要求陳時中道歉 結果搞到這就是他自己道歉 對 被黨內圍剿 被綠媒圍剿 被一些親綠的媒體人圍剿 不要說這個在往前之前 萊豬的事情 還有很多 就是說高嘉瑜在黨內 對於民進黨比較特立獨行 萊豬的事情 他也在我節目上說 希望蘇貞昌道歉 蘇貞昌必須道歉 他也被罵 被追殺 被追殺 就不管在網路上 甚至在黨內同志上 在綠媒上 那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大家 你要幫他撐腰說 你不能被他的男朋友家暴 那拜託蘇貞昌 還有民進黨 你也不要家暴高嘉瑜 是不是 就是我坦白說 雖然我跟高嘉瑜不同黨派 但是至少他的這個部分 這個中道理性的這個言論 這個我們支持的 而且也是比較符合公益的 所以說這個坦白講 私事的部分 很難釐清 但是公領域的部分 這個倒是我認為 是有必要再進一步追查 尤其這個南方 去扯到這個國安會 這個假設他是借著 這個國安會的民意 到處在招搖撞騙 騙女性的感情 尤其連高嘉瑜 這麼聰明伶俐的女孩子 都會被騙 那不曉得 他之前騙了多少個 還有多少個 還沒有未爆彈 那當然我知道 這個國安會好像出來否認 對 但是呢 就是說這一咖 這個到底是怎麼樣的狀態 既然坦白講 我們一直講說私領域的部分 感情的世界 我們沒有辦法去評論 對或錯 但是因為他已經正式成文 他已經受理 已經報案了嘛 他等於是一個司法案件 尤其這個受害人 是一個立法委員 現任立委 所以公部門 你包含這個警察機關 甚至是檢調機關 我覺得有必要 把這一些跟公共利益有關的 你必須要再清楚的 進一步去調查清楚 然後向社會交代 一樣我也是 這個要聲援一下高嘉瑜 比他受害 不管不管任何事情 哪怕他帳目有錯 哪怕他真的是有挪用 這個工帳等等 他都不應該被暴力相帶 一碼歸一碼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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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